下面是做事情 它要用户做的工作 很少很少 信号量 信号量 信号量又是另外一个大牛 另外一个大牛设计出来的 Dextra Dextra 你学最短路径法 学过没有啊 这个算法你从学过了 它的发明 另外一个发明就是最短路径法 最短路径算法 它的一个发明就是信号量 其中一个发明是信号量 它是荷兰人 它是荷兰人 所以待会信号量里面会有荷兰语 信号量 试图把用户要做的事情都聚拢来 放到信号量里面去 然后信号量试图实现一个特性 就是在它的操作的时候 是atomic的 是不会被打断的 这个其实也是 也是它提出来的唯一的一个要求 要像做这个事情的唯一的要求 但是它这个不会被打断的代码呢 是已经很一般化很简单了 是可以用什么办法去实现 不被打断的 那这是当我们另外找话题来讨论 它是可以实现的 现在先说信号量 信号量 信号量是一个整形变量 所以我比较喜欢的理解或者定义方法 什么叫信号量 信号量就是一个整形变量 但是它跟整形变量有一点点区别 整形变量的话 你可以拿整形变量来去做加减乘数的运算 可以作为参数去传递 整形变量用处广的那 现在这个信号量呢 这个信号量这个整形变量呢 不允许了 这些操作全部都不允许 只能做两个操作 如果你现在有面向对象思想的话 你可以理解我说的话 面向对象思想里面 你设计一个对象 不就是设计对象里面的数据 和对这些数据的操作 所谓面向对象不就是两个事情吗 一个设计对象里面的成员数据 第二个设计这个对象的操作 对成员数据的操作 两个都设计好了 这个对象就设计好了 就出来了 所以它这里也一样 信号量也在模拟 模拟性对象的一个思路 一个整形变量 然后限制对整形变量的操作 只能有两个很明确的操作 不是说只能有数字的两个操作 而是这两个定义的很明确的 两个很明确定义的很明确的 操作 这个很明确的操作 要求是原子操作 要求这个操作过程当中 不能被打断的 那么当时它写这个 说这个操作的时候 很明确的操作的名字 一个角P操作 一个角B操作 说是两个荷兰语单词的首字母 这个荷兰语单词 我不懂荷兰语 我只是拿过来卖 P这个首字母这个单词意思就pass 是可以通过 荷兰语应该可以通过 V 以V开头的荷兰语单词呢 说是释放 一个说是可以pass 一个说是要释放 所以它两个操作就叫P操作和V操作 简称PV操作 P减号V P一杠V 简称PV操作 这个在我学操作形容的时候 就是用PV操作 后来我们这本书的作者 写了是wait signal操作 是不是 他的英语国家的人 他说PV不习惯 不习惯所以改成wait signal操作 意思也是这个意思 wait 一个是要wait的 一个是可以发信 发signal 可以释放 名字不管它了 反正一个叫wait操作 一个叫signal操作 只有这两样操作 才可以对S这个整形悲量去操作去 而且这两样操作是原子操作 规定了这么 漏漏漏漏漏漏的规定了这么多东西 这个是对wait操作的定义 其实wait操作可以有不同的定义 可以有不同的定义 这个定义比较简单 而且已经够管用了 对V操作 对signal操作 也有这样的一个定义 也有这样的定义 定义的意思是 定义的意思是 s变量是个整形变量 这个时候 它整形变量用value去代表 你说s既是信号呢 又是整形变量 那不是混淆了吗 所以它在这个wait的定义里边 或者是wait的signal wait的signal要一起定义的 要一起定义的 一组一组来的 在这个定义里边 用到了一个value 一个整形数 还用到了一个对列 用到了等待对列 等待对列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PCB的 就这个对列是个链表 链表的接点是个PCB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样子 这些PCB都是用next previous 指针拉起来 就行了 有了这样的整形变量 有了这样的等待对列 以后 wait的操作就是 先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value值减一 不管它value原来是多少 原来可能是大于零的数 可能是等于零 可能是小于零 可能是小于零 都有的 不管它是什么数 先把它减一 然后判断 然后判断 当value小于零的时候 这个wait操作不是一个进程 在做操作吗 一个进程在执行wait操作吗 当value小于零的时候 要把这个进程拉起来 拉到等待对列 本来进程 既然它在做指令 说明这个进程是拥有CPU的 它是拥有CPU的 现在它做了一条value 简简操作 而且判断下来做value小于零 好 在wait操作内部 就做了一个挂齐的动作 把PCB拿过来 挂到了信号量里面的队列 等待队列 这里你就看到了 整个计算器系统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等待队列 我们在调度的时候 画的那个图 是简单笼统地说 等待一个资源 其实这个等待队列 有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 这样等待队列 无穷多个等待队列 而且你等待的资源呢 的确不只是IO资源 你想现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在这个等待队列里面 等的就是信号量 等的就是信号量 等的就是value值回到零以上去 先把这个操作先给说明一下 简简小一零的话 把它等起来了 等起来就block 不但是把CPU 连接到了等待队列里面去 而且自己做了block操作 block就是说 自己把自己阻塞 阻塞了 那你可以简单理解成就是调用了一个schedule函数 叫它重新调动 简单把它理解成这样 然后weight操作呢 进来以后不管3721 先把weight加加 先把weight加加 就是你如果现在你对零界区 有比较比较多的了解了嘛 所以你可以把weight操作 刚才说的weight操作 你把weight操作理解成 我想进入零界区之前 要怎么样 现在这个signal操作呢 是出了零界区以后 要怎么样 出了零界区以后 零界区里面空了 没人进零界区了 它把value的值呢 要加1 value值加加 加完以后要判断 value值是不是小于等于零 判断小于 其实如果按照你 比较简单的理解呢 你可能就理解成 它这里是不是等于零 加到等于零 或者大于零的情形 但是如果是等于零 或者大于零是会出错的 正确的判断法是小于等于零 待会我们读完了 整个流程了以后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这个写法上面的 就等于符号 小于符号 大于符号怎么写 先不去管它 当它小于等于零的时候呢 要做一个动作 remove a process from the waiting queue 就是前面那个waiting queue 每一个s 每一个s都有一个 等待队列的 现在呢 要把一个 等待队列里边 要取出一个进程来 要取出一个进程来 是这行文字的意思 取出一个进程 wake up操作 wake up操作 你可以把它定义成 就是让这个进程 进入救世队列 它所等待的资源 有了 它所等待的资源 有了 不用再待在 等待队列了 可以到救世队列 CPU 拿到的话 你就可以自行 它被释放 它被释放 如果不太恰当的比喻的话 waiting 起来 嫁到那个 等待队列里面 前是这个人被拘留了 被拘留了 现在被释放了 那你要想象成 被拘留是很懊恼的事情 然后从拘留所里面 释放出来 是很开心的事情 你要把它理解成这样子 wake up 被释放了 可以自由生活了 如果有CPU的话 就可以执行了 两个 两个这样的操作 两个这样的操作 你可能一下子 还理解不了 特别是这里的小一幅号 这里的小一等于幅号 等会再理解 等会再理解 先看一下 这两个东西 拿了以后 这两页没什么讲 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这两页已经解释过了 你看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是第一个应用 信号量的第一个应用 我刚才一再强调了 临界区问题 之所以这么复杂 是因为 是要在关键的几行代码里面 执行的时候 是要被打断 所以异常情况 频频发生 但是不被打断了呢 就简单了 现在这个信号量操作 就假设 做weight 做signal操作的时候 是不允许被打断 不允许被打断 不允许被打断 我的临界区问题 就可以搞成这样子 clare session里面 加一个weight操作 clare session完了以后 加一个signal操作 当然了 处值是等一 就value的处值要等一 一 临界区问题里面 value的处值必须等一 一就代表 代表最多只能有一个 进程进了临界区 这样的写法 暂且先不去考虑它 正确不正确 正不正确 我们等会再分析 暂且不去考虑它 正确不正确 对用户来讲 是一个解脱 因为用户发现 有临界区分存在了以后 他只要定义一个信号量 然后作为一套操作 做signal操作 而现代的操作系统 提供了这样的系统调用 可以让你定义信号量 可以让你做VT操作 让你做signal操作 那就变成是用户 只要做两次系统调用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样的话呢 对用户提的要求呢 是比较低的 虽然是中文系的 中文专业的人 编程序 叫他稍微 花一天半天时间 补一下课 他也能知道 这么用一下就先 所以这样的做法 对用户来讲 是比较合算的 看起来可作性也很好 那下面 将来看 他是不是 下面我想要讨论三个问题 一 他是不是解决了 临界区的问题 第二 刚才那个小于等于 小于写法 是不是正确 三 这种所谓的 就VT操作 Signal操作 真的能够实现成 Atomic Operation吗 原子操作吗 真的能实现吗 我们去看了这些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 全部都解决了 那它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而且这个可行方案 并没有限定 有多少进程可以用 无限多个进程 无限多个进程 只要你按这个套路写 只要你按这个套路写 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誘惑率是很大 第一个看 它是不是临界区问题 是不是解决这个事情 要看Value等于 处置是等于1的 然后去看它互吃问题 那么 所有进程都这么写 VT操作呢 与1呢 是这个 当 VT进来以后 先减1 减完了以后 是不是小于0 是不是小于0 那你设想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 临界区里面没有进程 然后第一个进程 做一个VT操作 它把Value的值 从1减到0了 从1减到0了 if 也就是if0 小于0 当然不满足 当然不满足 所以不用做这个 也不用做这个 从这画画出来 出来 就意味着 VT操作 结束了 VT操作结束了 Critual Session 进去了 就说明 是可以做的 第一个进程是可以做的 第二个进程 如果还来了 还做VT操作 这个时候 Value的值 从0 变到了 负1 负1 当然是小于0 所以 第二个进程 就在这里等待了 第三个进程 如果再进来 第四个进程 再进来 一样 Value的值 会变成 负2 负3 负4 负5 这么下去 负下去 都会在这里等待 刚才讲到 负1 负2 负3 负4 一个进程 进来等待 它是负1 两个进程 进来等待 它是负2 三个进程 进来等待 它是负3 这就得出一个结论 Value值 如果是小于0的话 它的绝对值 就是 等待的进程 个数 在联系问题里面 Value的绝对值 代表着 等待的进程 个数 连这个负作用 都可以出来 那 当前面的一个进程 做完了 它就会 做完了 它就会做 signal操作 signal操作 意图是什么 加 假设原来有 三个进程 在那里等待 除了它 凝结去操作 这个进程之外 另外有三个进程 在那等待 假设 三个进程等待 Value值 已经是负3了 它把Value加1 就意思就是 Value从负3 加到负2 然后判断 负2 是不是小于等于0 这里边 你就可以看了 负2 如果是判断成等于0 那条件 当然不成立了 但是 毕竟一个进程 从临界区出来了 它临界区是空了呀 是可以换进 一个进程去做了呀 从物理意义上来讲 是可以换进 一个进程去做去了 所以说在这里的判断条件 如果写等于0是错的 等于0只能管一个 阻塞进程 一个等待进程 现在我刚才举的例子 三个进程 它等于0都管不了了 所以那个时候 它要写成是小于等于0 是的确要写成小于等于0 那你可能会算 它是小于 小于0的时候 它好像说有进程等待 你怎么 怎么好 好释放掉一个呢 因为有上下文的 它是刚做完 加加操作以后 再做判断 先有加加操作 再有判断 做加加操作的 本身就意味着 可以释放一个进程 所以先做加加操作 再做判断 这样的是合理的 那一个进程要释放出来 那就是从这个队列里面 拿出一个回卡 到就续队列里面去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顺序看 你看 因为value的值 是等于1的 所以通过 大家都通过这个weight操作以后 最多只能有一个进程 在临阶区 这一条是满足的 第二条 说的是 progress 说的是 只有想申请进入临阶区的人 才参与选举 也就是说 只有那些 做了weight操作的人 才有可能 只有那些做了weight操作的人 然后在这里等待了那些精神 才有可能参加选举 其他的无关进程 没什么关系 而且这个进程的选举的动作 要在有限时间里面完成 你看这个signal的操作 没有循环啊 中间没有循环 没有无限长时间 它就在有限长时间里面完成了 你把这个weight操作一起考虑好了 weight操作里面执行的顺序 也是没有循环操作啊 都是安顺序执行下来 做完就完了 所以他一定会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决定出来哪个进程 可以 可以做 所以progress条件是满足的 第三个条件 是bounded waiting 说的是第一个进程申请 一个进程申请到他真正获取 进入临阶区中间的正乱时间里面 其他进程的次数是有限次 按照他这样的弄法 他在这里等待的时间是有限 然后你重点考察一下 我们前面那个情形 你要仔细想的话 你就会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前面说 说 用test and set的指令 做的时候 他的bounded waiting 条件不满足 在这里讲到例子 就是p1 在这里边等待 然后刚刚好 p2可以不断重复地得到CPU 重新重复可以进去 而p1又进不去 所以bounded waiting 条件不满足 现在用了这个信号量以后 这个事情会不会出现 可以研究一下这个 现在用了信号量以后 这样的信号量的写法 这样的waiter操作 signal操作的写法 中间看signal操作 在这句话里面 remove a process from waiting queue 这句话里面 如果这句话里面 remove a process p 如果随意地做 随意地做 可能会出来这个毛病 当然光是有p2的话 也还是不出现 但是我如果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进程 p1进程是单个 然后其他很多进程 不断地进 进它当然开始 是要等待的了 然后当做signal操作的时候 要唤醒的时候呢 唤醒的 恰巧不是p1 而是其他的 不断地有进程 进入等待队列 不是有很多等待队列 除了p1之外 还有别的进程 不断地唤醒 它是别的 别的进程 那么真的是存在这个问题 p1总是得不到服务 那帮你的围停条件 就不满足了 所以在这里边 还要 这句话里边 你还要补充 说明一下 说这个remove a process 就是这个动作 比如说按照先来先服务 按照先来先服务 不允许按照优先级 主要不是说 就是队列的调度啊 但是就是队列 队列调度里面的思想 可以同样应用到 这个队列里面来的 同样可以应用过来的 这个地方 不允许你用优先权法 也不允许你用最短卓越优先法 你只能用先来先服务方法 或说是轮转法 只能用这种思想 就大家都能能上 那如果是大家都能能上的话 就不存在这个 帮你的围停的这个条件 也就是说帮你的围停条件 也能满足 也能满足 三个条件都能满足 三个条件都能满足 这个算法就是正确 这个算法就是正确 那为什么在这里边 要写小一等于符号 刚才已经有解释了 为什么这里要写小一符号 刚才我们跟踪过程当中 你已经明白了 当value等于 临界区问题value等于1的时候 写小于0是完全正确 写其他的符号就不对 所以这样的写法 都是有讲究的 现在定义的wait操作 和signal操作 唯一不明确的地方 就是remove a process p from the waiting queue 这个remove动作 到底怎么做 没有明确的说 但他也没说错 至少你可以用 FCFS算法去做去 可以做的 好 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这样的一个算法 要执行起来 要执行起来 很简单 前提就是wait操作 和signal操作 是不能被打断的 是原子操作 那这个不能被打断的原子操作 能不能实现呢 能不能实现呢 如果是单CPU环境 你就可以简单关中了 在做wait操作之前 关中 wait操作完了以后 开中 就行了 signal操作也一样 那肯定是原子操作了 就实现了 这样的开销也不大 因为就几条指令 没有 在这里面没有循环 在这里面也没有循环 就几条指令 前面先关中 后面开中 中间一段时间 在内核态里边处理的时候 经常先会这样 在有限条指令中间 做的操作的时候 先把它lock住 做完了以后 再把它unlock 挺多的 这种情形挺多的 那我这样在这里面 我也可以 做一下lock和unlock 就行了 但是多CPU的时候 这办法不灵了 中断的办法不灵了 但是lock的办法 还是可以 多CPU情况下面 用lock的办法 还是可以 但是lock是有代价的 所谓的lock住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边 其他的进程 或者其他的系统调用 其他的中断响应 都被你妨碍了 都在等待 都不能做了 稍微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开销代价 但它是可以实现的 更有甚者 更有甚者 还可以 不用这些代价 单纯从 wait操作和 sailor操作来讲 还可以 不用这个代价 不用lock unlock 不用观众开中 也能实现 这个wait操作 和sailor操作 就是在wait的 执行过程当中 在这样的执行过程当中 随时可以被你调度 可以被你打断 但是他的wait的 自己的这个流程 不被打断 不被改写 你可能有点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就可以去看元代码 以实物为证 你去看看 看linux的元代码 他就实现了 一种算法 不要 不要在这样的 七七八八的lock 观众之类的东西 也能做到 你能做到 不被干扰 wait操作不被干扰 谁能操作不被干扰 那这样的话 他效率也上去了 他功能也有了 无限多个进程 临界需问题 都做了 唯一带来的 稍微不变的地方 只剩下 要用户插进去 我一个操作 插进去一个 signal的操作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可以很 很满意的说 操作系统 暂时把 这个临界需问题 给解决了 那这就是 现在操作系统 流行的一种做法 你去在linux 做系统调用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他有信号量 系统调用 而且他还提供了一种 信号量组的 就一次性 可以对 n多个信号量 做操作 对n个 不要说无限个了 一次性可以对 有限个n个 信号量 同时进行操作 这个操作都可以做 所以这个 这个是很好的 整个问题 全部都解决掉 挺好的 挺好的 信号量挺好的 而且 信号量还可以 干别的事情 好东西 不能藏着 林解需问题解决了 他还能干 同步问题里面的 其他问题 也能解决掉 比如说简单的 两个进程之间的同步问题 什么叫两个进程之间同步 在这里说 假如说两个进程 一个是PI 一个是PG PI有个A语句 PG有个B语句 协调里面 有一个说 是两个进程之间 是希望 在PG做B语句之前 PI的A语句 已经完成了 这个情形 会有没有呢 现实情况有没有呢 你设想一下 你设想一下 用加瓦编程 有两个线程 一个PI线程 一个PG线程 用加瓦 可以创建两个线程 在PI线程里面 做了一个 input X操作 就是说输入个X值 然后在 在PI进程里面 做了X输入的操作 在PG进程里面 做了一个 比如说Y等X加1运算 Y等X加1运算 然后把Y值输出 简简单单的 就这么来吧 PI线程 要做一个输入操作 PG进程 要做一个输出操作 这个输出结果 来自于输入 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这样的关系上面 如果你输出现做 输入还没输进来 有意义吗 如果你Y等X加1先做 X还没有输入进来 有意义吗 没意义 所以 做Y等X加1的时候 必须是 X已经输入了 所以在你这些 编程序的时候 这种 这种先后顺序关系 是经常发生的 这个就两个进程之间 同步问题 这就两个进程同步问题 做B之前 必须要有A 随便你CPU怎么调度 先为PI服务 还是先为PG服务 随便你怎么调度 我程序里面就这么要求了 否则你白调度 那我怎么保证在 随便怎么调度的情形下面 都能 始终能保证 B自行之前 先有A了 这就是同步问题 用信号量 用信号量 可以很简单的 解决这个同步问题 就这里写的 这个时候信号量的出值 要写0 变成是0了 前面我们做 临界区问题的时候 不管多少个进程 去共享这个临界区 它的出值 Value的值 必须得1的 做临界区问题的时候 它的Value的值是1的 所以说 你要考察信号量 你要关心 信号量的整形是什么 你要关心信号量的 维度操作和Signal的操作 你还要关心信号量的出值 出值很要紧 你定义一个信号量 你也就要明确地定义信号量的出值 否则就要乱套了 否则信号量不完整 你的解决方案也不完整 所以前面做互测的时候 信号量的出值是等于1的 现在做同步的时候 这个Flag信号量 定义的出值是0 是0 好 有了0了 怎么做呢 等待方 用Wait操作 被等待方用Signal操作 顺序不要搞反 顺序不要搞反 等待方用Wait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英语的意义就出来了 是Wait 你如果用P 等待方用P操作 顺序被等待方用V操作 那英语世界听不懂 荷兰人当然是听得懂 但是英语世界听不懂 所以它改成了Wait Sigma 等待方用Wait操作 释放的话 被等待方用Signal操作 而且放的位置也很重要 要 Wait和Signal都要紧贴着这个语句放 我为什么要强调紧贴呢 当问题复杂了以后 如果你不紧贴的放 稍微隔开一点中间插进乱七八糟 看起来是乱七八糟的代码 会出错的 会引起失所的 那失所的例子 以后再看 我看邢阿斯来上课的时候 他可能会举这个例子 现在你要记住 就是要紧贴着放 紧贴着放 而且放的次序就是 我一体操作 一定要放在B语句之前 Signal操作 一定要放在A语句之后 你不是B语句之前要等A做完吗 那Signal操作放在A语句之后 那意思就是 A之后做了什么动作 B之前做了什么动作 语义就这样子 B之前做了Wait操作 A之后做个Signal操作 原来的处置是等于0的 你看这样的情况 我们走两种 两种Special Case 第一种 比如说Flag是来了 我CPU总是调度给P界 不调度给PI 会怎么样 会先做Wait操作 原来是0 减个1就变成-1了 -1所以要等待 因此 因此P界精神 就会在Wait 在这个信号量的 Flag信号量的 一个等待队里面等起来 等起来 你CPU想给它都没用了 它等着了 它已经变成等待状态了 不是就绪状态了 接下来你CPU想给它 都给不了了 它不在就绪队列里面 给不了了 所以它就会在那等的 它就会等的 那Pi精神在就绪队列 P界精神不在就绪队列了 你CPU总要分配给Pi了吧 那好 分配给Pi Pi分配了以后 它就会做A A做完以后 它会做Signal flag 那Flag那时候是-1嘛 把它加个1 变成0了 0按照我们的判断 在这里判断 0是不是小1等于0啊 是的 所以它会remove remove 把P界进程 remove出来 wake up P界 使得P界 又重新回到 就绪队列 下一次它就可以 下次它就可以得到CPU 执行下去了 就做B子零 就做B子零 反过来另外一种special case CPU先分配给Pi进程 总是分配给Pi进程 先不去考虑P界 那么它A做完以后 做Signal操作 那时候Flag这是等于0的 做了一个Signal 就变成1了 做了一个Signal以后 变成1以后 再去做判断 1 1是不是小1等于0啊 不是 没有小1等于0 所以它不做什么 零幕之类的操作 也不做VC操作 就直接跳出来了 A进程 做了Signal操作 使Flag值变成1 然后它自己往下去了 那去它随便到它那里去 我已经不管了 然后CPU总会有一天 会分配给P界 那P界到那个时候 做VC操作 那时候Flag 原来是变成1了 1减1不就是0吗 0 我一定里面不会等待 0不是小于0 所以不会等待 所以它会直接做B 就下去了 所以说 就可以保证 B总是在A之后之选 这是个同步 这是个同步问题 用信号量操作 就可以解决 这样简单的一个同步问题 同步问题还有复杂的 还有更复杂的 用信号量去解决 信号量使用的时候 也要有巧妙 要用得很巧 但是它的基本思想 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这样子 你要B等A的话 必须要在B前面 紧接地放一个 紧跟 紧贴在B的地方 放一个位置 在紧贴在A的地方 放一个sign 基本的思想 永远都是这样子 你用这个基本思想 去知道 再复杂的同步问题 也这样了 当然同步问题复杂 信号量的数目要多一点 一个信号量解决不了问题 一个信号量只能解决一个同步关系 如果N个同步关系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要想做B吧 你必须要完成A1 A2 A3S 但那种时候 你就要有四个信号量 分别给A1 A2 A3S 各设计 设计一个信号量 有四个信号量 A1 A2 A3S 做完了以后 分别去signal一次 然后 B这边 要wait四次 每个信号量 处置当然等于 要这么干 所以复杂的有复杂的干法 但是基本是这样 好 同步 信号量 相对来说 稍微比较难的东西 全部都扫清了 全部都扫清了 下面 接下来我可以给你保证 接下来的内容是越来越简单 就是说 信号量的经典问题 信号量经典问题的难度 还是有一点点 比刚才最复杂的时候 稍微轻松一点 但是难度还是有一点点 特别是对一些 就不是书上说的那几个 书上说了一个 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说了一个读者作者问题 说了一个哲学家问题 这三个问题 还算比较容易理解 难度不大 如果别的经典问题 理发师问题之类的 那可能又很难了 但是你别去管它了现在 然后再接下来思索 那就很简单 再接下来纯粹管理 难度一般 然后再接下来文件系统 那是很简单的 所以说你可以 接下来你可以轻松 最难的东西已经过去了